王立群读宋史第二部 宋太宗之政敌及危局 宋太宗遇到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句话 叫继承的危机 这个继承的危机 它由两方面组成 第一 地位的来源 第二 地位的去向 两重危机 怎么来的 你当皇帝了 你的地位怎么来的 再一个 你当皇帝了 那你走一天 你也得走啊 你走是给谁啊 当然 宋太宗在赵府出山之前 做了很多工作 第一 炮制天命神话 华山道使 陈团 这个是北宗初年非常有名的一个道士 说当初在兵乱的时候 陈团 碰见了一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就是杜太后 挑了个担子 这个担子有两个篮子 前面做了个孩子 是太祖皇帝 后面做了孩子 是太宗皇帝 一个老太太 挑担子 做了两个儿子 然后陈团 遇见他了以后 当时就说了这么句话 莫道 当今无天子 都将天子上单挑 不要说当今没有天子 天下大乱 你看 人家的老太太 一个挑子中间 挑了两个天子 关键在一挑挑两个天子 太祖皇帝当天子 这个是陈团兵变 大家公认的 后面那一个 稍在说上 他也是天子 就借助于这样的神话 第二招 叫消除谣言根源 太宗继位以后 就专门下了个诏令 在全国 把所有 懂得天文天象的人 要一网打尽 全部送到京城来 如果有遗漏的 可以举报 谁举报一个 懂得天文的人 赏三十万 赏三十万 因为这帮人很厉害 他一看天象 他跟着下面就说 他一说就会有人传 所以要把这些人 全部集中起来 第三点 说是太祖的意思 这里边 最好的说法 就是说自己继承这个地位 那是我哥哥的意思 长篇也记载了几个故事 说有一次 太祖皇帝对他身边的晋臣说 晋王龙行虎帝 且生时有益 必为太平天子 福德 非无所及 说我弟弟生的时候 就有福瑞 而且这个人的话 就有天子之相 将来我这福德 都赶不上我弟弟 长篇记载这个事 太祖皇帝会这么说吗 但这些事已经写到史书中间去了 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收买 他继位以后 他的弟弟赵廷美 太祖的两个儿子 赵德昭 赵德方 该封王的封王 该加官的加官 该叫皇子的继续叫皇子 对所有的文武大臣 文武百官 也都加官 这叫什么了 这叫收买 第五 叫转移视线 太宗一纪位 就立即 快打课就考试 召集很多文人去编撰大型类书 然后是兵伐太原灭北汉 兵伐幽州去伐辽 另外他又不遇年改元 做了一连串的这些动作 目的就是让人忘记太祖 尽快的忘记太祖 可以说 太宗继位以后 想尽的各种办法 来解除他自己所面临的困境 有效没有效呢 有效 表现是什么呢 国家机器运行的很正常 朝中没有大乱 天下没有大乱 这种情况下 证明太宗皇帝做的 还是有一定的失效的 彻底解决问题 没有了 没有 我们讲过宋出有中央 政府中间有个三人集团 太祖 太宗 赵普 这个三人集团 这个三人集团中间 第一个被牺牲的 就是赵普 开保六年的八月 这一年 赵普霸相 从京城开封 出任 河阳三城戒渡史 而这个时候 赵普还兼了一个职务 叫同平章士 这个同平章士和宰相 是齐名的 但是他没有宰相的权力大 因为他不能够参与朝政 签署政令 但是在这名义上 他和宰相是平起的 所以宋代给他有一个专有的说法 叫史相 赵普以史相的身份 出任河阳三城戒渡史 实际上是宋太祖给了他一个面子 罢了你的宰相的官 但是呢 你享受一个荣誉职务 然后去担任戒渡史 赵普就这样被赶出了京城 赶出了权力中心 当然赵普罢相原因非常多 但是这里边有两个人起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一个就是宋太宗 当时是开封义 赵光义 另一个是汉林学士 卢夺勋 这个人给赵普 那是老冤家 到了赵普罢相以后 特别是开宝九年 他是开宝六年罢了相 开宝九年 俯生竹影之后 他这两个对赵普使绊子的人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开封立赵光义 成了皇上 就是太宗皇帝 而汉林学士卢夺勋 担任了宰相 这两个赵普的对头 担任了大宋王朝的皇帝和宰相 那你可以想 赵普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所以在太宗即位以后 赵普从太宗皇帝那 受到了种种的磨难 所有这些磨难 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叫冷欲 冷欲 也可以叫做冷暴力 冷暴力 这个冷欲给冷暴力 也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 叫霸起之君 第二 叫免起始相 第三 叫略起攻击 我们下面分别来讲一下 什么叫霸起之君 赵普担任何阳三成戒度使以后 周围的一些郡也归他管 但是赵普在担任何阳三成戒度使的时候 宋太宗给他出了个难题 派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高宝银 是赵普的对头 两个人矛盾很深 宋太宗把高宝银派到赵普手下的一个职军 那不是辅佐赵普的 很明显是要找赵普的事了 结果这个人去到以后了 赵普对他也不客气 既然是对头拉开脸 所以赵普就给他使绊子 压制他 这高宝银仗着通天 他是太宗皇帝派来的 他就给宋太宗打了个报告 说我这个郡 我在这个地方做支州 干不下去 我这个上司老给我导弹 我要求我这个郡不再归 河阳三城阶都使赵普来管 把我这个郡划播出来直属中央 这一下子就等于说 把赵普所管辖地区范围给他缩小了 这个报告打上去以后 太宗大违徽批论 这叫霸起直郡 什么叫绵起始相呢 是赵普霸相以后 停了几年的时间 太子皇帝去世了 太子皇帝一去世 就赵普就感到有压力 他就提出来 特别是太宗几位以后 他提出要进京 晋见新皇上 这个是一个老规矩 新地登集 那么地方接都使要进京 朝见皇帝 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这一说 太子皇帝马上答应了 赵普就当时就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我既然进京了 我就不想走了 我能不能留下来 参加太祖皇帝的山灵安葬仪式 就是参加太祖皇帝的这个 灵秦安葬的这个仪式 他都说可以啊 好啊 你愿意留京城可以啊 既然这样 那你那个河阳三称戒度使 同平当事就别干了 把他始相给免了 实际上借这个机会 把他的实权给他录了 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官名呢 太子少保 就是辅佐太子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时候宋太宗刚即位 还没有立太子 还没有立太子 给了他一个太子少保的职务 这叫什么 虚贤 有起名无起实 什么叫略起攻击呢 赵普死了以后 宋太宗亲自为赵普 写了一个神道碑 写神道碑的时候 特意提到 赵普在灭北汉以后 回来受了赏了 由太子少保 升为太子太保 但是 续自治同见长编的作者李涛 在写长编的时候 他就提出质疑了 说赵普 由太子少保 升任太子太保 不是在太平新国四年 罚北汉之后 而是在太平新国三年 太平新国三年 升的官 宋太宗为什么要写在太平新国四年 灭北汉以后呢 今天有些研究者 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细微的差别 而且做了个解释 这个解释我认为很有道理 因为赵普参加灭北汉 本来是应当欣赏的 但是这一次在欣赏的时候 太宗皇帝有意的忽略了一些人 并不像史书所记载的 所有人都受伤了 没有 赵普没有受伤 但宋太宗在写神道碑的时候 就发现 只要这样写进去 太宗皇上就显得心胸太狭窄了 而赵普从太子少保 升太子太保是太平新国三年 太宗写神道碑的时候 笔尖一转写成四年 本来是前一年升了官 把它写成后一年升官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这么一改 赵普等于说灭北汉的时候 他也受伤了 实际上灭北汉以后 他是个打酱油的 没有受伤 他是前一年受了伤 这就叫略起攻击 卢夺逊对赵普可是下了狠手了 这牵涉了两个人的事件 一个叫侯仁宝事件 一个叫赵承宗事件 侯仁宝是谁呀 侯仁宝是赵普的妹夫 赵承宗是谁呀 赵承宗是赵普的儿子 这让赵承宗实在受不了 我们先讲一讲侯仁宝事件 侯仁宝是赵普的妹夫 不错 但侯仁宝的爹很厉害 他的爹叫侯仁 这个人早年立过军功 在后洲国威那个时代 已经被封为楚国公 后来又改封为齐国公 北宋建国的初年 太祖皇帝对前朝的那些官员 很优待 侯仁也在优待的范围之内 所以侯仁宝生下来以后 家里很有钱 据史书记载 他家在洛阳 有大地良田 悠游自施 不予亲立施 什么意思 说他家在洛阳 有大片的土地 洛阳当时是大宋皇城 大宋王朝的陪都 号称西京 开封叫东京 洛阳叫西京 换句话说 在西京 他过得悠游自载 根本不想做官 生活非常好 但是赵普当了宰相以后 赵普对他的妹夫很照顾 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官呢 给了他一个西京的分私官 卢多逊 知道侯仁宝是赵普的妹夫 所以 卢多逊这个人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人 这个人很狡猾 他就在太子皇帝面前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太子皇帝竟然相信了 然后就把赵普的这个妹夫 赵普这个妹夫 也就是在西京 过得很快活的 这个侯仁宝 一下子发到永州 去做智州了 永州是哪儿来 永州就是今天 广西的南宁 当然现在在广西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但是你要知道 在北宋时期的南宁 就是当时的永州 是个蛮夷之地 蛮荒之地 本来他在西京培都 过得很舒服 一下子给他弄到 永州到南宁去做官 谁给后面使得劲的 卢多逊 赵普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就把他妹夫给弄出去了 他还没来得及 把他妹夫弄过来的 结果就出了一件事情 赵普被罢官了 侯仁宝出京 到永州任官 四个月以后 赵普丢官 赵普一丢官 赵普自身南宝 就没有能力 再把侯仁宝弄到京城里来了 所以侯仁宝就在南宁 就是当时的永州 一待 待了九年 史书有一句话 叫凡九年不得待 这个不可规定的 三年就可以要调动一下 他一下子 他干了九年都没有动 估计一直压着他那不动的 是谁呢 路多逊 路多逊第一个弄到哪儿 第二个让他死到哪儿 所以侯仁宝就担心 这下子我要回不去 我可就死在岭南 所以侯仁宝一心一意想回 就得找机会 果然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来 到了太平新国四年 出了一件事 交织内乱 交织就是指今天越南的中部 北部 包括广西这一部 这个地方叫交州 也叫交织 侯仁宝一看 这是个机会 他立即在第二年 太平新国五年的六月 给太宗皇帝打了个报告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说 交织内乱 咱们趁着内乱 赶快派兵去 能把这个地方给占了 这个侯仁宝在报告中间 特意提到了一句话 愿成传 一缺面奏其壮 输得详细 说我愿意坐着车 从广西赶到河南的开封 当面向皇上 说一说这个情况 这样我可以把详细情况 向你报告 我光靠写报告 写不清楚 咱俩再面谈一次 太宗皇帝一听十分高兴 立即要下诏 招侯仁宝进京 这个诏书只要一下 侯仁宝就咸鱼翻身了 就可以回到京城了 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 卢夺逊来了一个巨奏 史书的原话叫巨奏 什么叫巨奏 巨师马上立刻 奏式给皇上上书 马上给皇上上了一个书 奏书 这个奏书说了三条 第一 出兵交职要快 第二 要秘 要秘密进行 你假如把侯仁宝一招过来 这个消息一走漏 交职一有准备 咱们再去打 不好打了 第三条 这件事就交给侯仁宝 叫他领兵出征 结果 六月打了报告 七月下了个诏书 任命侯仁宝 为交州路水路转运使 带兵攻打交职 侯仁宝回京 称为炮营 当然这一仗很不好打 结果侯仁宝被抓 消守失重 侯仁宝死了 卢夺逊就对赵成宗下手了 下手的原因是借着婚姻 借着婚姻下了手 赵普老师赵成宗有两次婚姻 第一次婚姻 赵成宗娶的是北宋的 舒密使李宠俱的女儿 舒密使是掌管 调动全国军队的军事长官 相当于总参谋长 调动全国军队的军事长官 而赵普是宰相 舒密使和这个宰相 这两家是不能通婚的 一通婚 那就是管行政的 给管军事的合二为一 他俩联手 和皇帝架空了 所以因为这场婚姻 舒密使李统俱被贬出京城 但这个婚姻后来就泡汤了 赵成宗呢 他的第二次的婚姻 娶的是谁啊 娶的是燕国长公主的女儿 这个燕国长公主是谁啊 是宋太祖赵匡印的亲妹妹 叫燕国长公主 而这次成婚呢 是奉旨成婚 是宋太宗亲自点的 但是这个婚姻 连蜜月都没有度完 不到一个月 卢多逊就给太宗皇帝提意见 让赵普老赵成宗 返回潭州去做官 等于是让他们结了婚姻后 小两口就分开了 所以史书记了一句话 不由是愤怒 赵普恼了 太宗对他的冷遇 他能够接受 卢多逊对他的迫害 他不能够承受 害死他的妹夫 现在又来害他的儿子 他不能接受 所以赵普决定东山再起 导致赵普陷入困境 宋太宗也陷入困境 两个人同时都陷入困境 赵普的困境是内外交困 太宗的困境是继承的危机 两个人都在陷入困境的时候 赵普等来的机会 就是太宗 召见他 向他说出自己目前面临的困境 赵普就打出了一张牌 惊愧之蒙 我们也可以叫做昭献顾命 昭献是宋太祖给宋太宗 他们共同的母亲 杜太后死后的嗜好 昭献杜太后 杜太后临死之前所说过的一句话 留下来个遗诏 讲了一个北宋帝王的继承顺序 这个继承顺序是太祖 太祖以后传给其弟太宗 太宗以后传给其弟廷美 廷美之后再传给太祖的儿子 得招 赵普打穿这个牌 说明太宗的继统 不光是太祖皇帝的遗命 而且是昭献杜太后的遗命 这一手很厉害 让宋太宗所面临的继承危机的第一个危机 完全解除了 那么赵普为什么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 一个离职的一个宰相重新回来 上了个奏章 说了一个昭献顾命 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原因在于第一 那就是宋太宗的继位 不但是太祖之命 而且是昭献太后之命 这个合法性就大大增强了 而且赵普是人证 他还拿出来了物证 有人证有物证 就把这事情给证死了 第二 赵普有影响力 什么三朝元老四朝元老 都站在赵普的一边 可见赵普有影响力 而且有巨大的影响力 第三 赵普是昭献顾命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据说是杜太后临死之前 把太祖 太宗 赵普 昭到病塔之前 说了一番话 然后又赵普记录下来了 所以他是昭献顾命的见证人和参与人 有谁说话比当事者更有分量呢 而且这个当事者又是第三方 如果出自太宗之口 很多人不相信 出自赵普之口 很多人就不好掰刺了 第四 赵普曾经是自己的反对者 赵普是坚决反对 太祖皇帝 传位给他弟弟宋太宗 这件事情天下的人都知道 朝中大臣都知道 而且我们在宋史的赵普传中间 看到了这么一段记载 宋史属于正式文献 在正式的文献中间 在赵普死了以后 宋太宗这样讲 上文之哀悼 未尽成月 普世先帝 与臣故旧 能断大事 相与朕 常有不足 众所知也 赵普这个人是先帝的旧臣 能够断大事 而且他和我关系不融洽 你们都知道这件事 那等于说宋史赵普传 宋太宗在赵普死以后 公开承认 他给赵普两个人意见不合 两个人就不是一块的 不是一个集团的 这样一来 这个话就很有泛脸 赵普作为一个 坚决反对他继位的人 现在公开站出来说 招宪顾命 该他继位 这个话分量就非常足 是出自一个反对者之口 这比一个赞同者 你的同党 你的死党 那你们是一伙的 说话没人信 所以 赵普的话很有分量 可以说 在宋太宗赵光义 当皇帝的过程中 坚决反对的是赵普 当上皇帝以后 帮助他稳固地位的 还是赵普 问题是 曾经坚决反对 赵光义的赵普 他会无条件的站在 对自己百般打压的 宋太宗这边吗 就赵普在内忧外患中间 他迫切需要改变现状 但是 人们要记住一句话 当一个人需要改变自己的 生存现状的时候 你需要记住 你只有接受部分现实 你才能改变部分现实 你不能完全对现实不接受 你一定要接受一部分现实 你才能改变一部分现实 那么对于赵普来说 接受什么现实呢 接受太宗当皇帝的现实 但是 赵普的转变是有条件的 赵普不是轻易的 我就是 无条件的帮你 那没有可能 他给太宗之间有一个交易 这个交易 在十中年也有记载 一句话 臣愿被输逐以查奸辩 什么叫被输逐 我重新回到你的权力中心 而且我要查一查 哪些人是奸臣 是奸宁 我得把这些人赶出去 所以赵普开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 扶相 重新恢复我宰相的职务 第二 允许我贬拙宁性 把那些小人给贬出去 所以赵普开出了他的条件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太宗 当然很乐意 这两点 他自己愿意去接受 赵普无非就是想做宰相 这很简单 那么他做宰相以后 要打下去的 那就是他的政敌 卢多逊 对于宋太宗来说 卢多逊的去留 和自己地位的来源正当性的与否 这个比较起来 那卢多逊的去留太简单了 所以他愿意做这个交换 所以一个愿意叫他来 一个提出我必须得来 所以这两个人很容易就称交 很容易称交 当然 在这个问题中间 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宋太宗 在继承王位的问题上 赵普帮着他的一个大忙 就是说 他从他哥哥手里面 接过来 地位是合法的 但是赵普所说的招宪顾命 留下来了一个大隐患 那就是太宗死后 得把地位传给他弟弟赵廷美 这就是招宪顾命的继承顺区 赵匡印 赵光义 赵廷美 赵德昭 这等于给赵匡义 又出了一个难题 那么宋太宗 赵光义 能不能在他死后 把地位传给他的弟弟赵廷美呢 还有一个问题 即使说他真乐意传给他弟弟 他弟弟会老老实实坐到那等着结弯吗 会不会也像他那一样 也来了一个什么辅生主营二 所以赵府的出山 确实帮助太宗皇帝解了围 解了什么围 地位来源解决了 但是留了个大隐患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副作用 就是地位的去向 将来怎么办 眼下咱们是不断顿的 有饭吃了 没问题了 我结巴是正常的了 将来怎么办 将来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地位 又跑我弟弟那去了 这又是个大隐患 而就在这个时候 赵普和太宗皇帝 两个人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太宗皇帝的弟弟赵廷美 和赵普的死对头卢多逊 两个人走得非常近 他俩关系挺美挺铁 他俩关系好 他两个一个是太宗皇帝的政敌 一个是宰相赵普的政敌 他两个人而且又关系特别好 那么这样一来就好办了 他们两个人有了共同的敌人 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所谓的敌对集团 所以太宗给赵普走到一块 就太正常不过了 太自然不过了 所以在太宗的大立执事之下 大宋开国的第一宰相赵普 结任了首相的职位以后 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开始查歼辩 这是赵普重新出山以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进行的结果怎么样呢 请看下集 又一项有三个夫人 就这么高一项知道